我突然想到一件事耶 它的價格比那個 所以這整個面板就相當於 五塊的手機面板都在這裡 全部都是手機面板 哇 它變壓器好重喔 大概是我尤其來 看過最重的變壓器 這個可以換 將近要補台這個 來 建議大家 建議大家什麼啊 嗨 大家好 我是奶奶爸 我們今天要來開箱 是蛋禮物 然後這個螢幕啊 價格我不想講 你們自己上網去查 很貴 然後我女兒一直說 這是電視嗎 我們家沒有電視 然後他以為這是電視 這個螢幕嗎 是華碩的 它的型號是 ROG喔 華碩的高等級 PG43U 我們現在就從 完全還沒有開的狀況 把它打開來 讓大家看看裡面有什麼 其實它上面 你看到嗎 你是買二 二是小孩的 好啊 你不要 欸 好可怕 你不要推 爸爸推就好 它這邊有它支援的規格 其實它都畫在上面了 而且 它的箱子其實 還告訴你說 Don't open from this side 它說不要從這裡開嘛 但這邊有寫 front 它不能從哪裡開 我不是從這裡開 要從哪裡開呢 是我理解錯嘛 應該是這裡嘛 欸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耶 它的價格比那個 iPhone 12 最高等級的 還要貴 那你好虧自己喔 iPhone也不過如此嘛 你不要再演啦 你一定會有心痛的感覺 不會啊 我其實非常的好奇好不好 欸 你看 它好像有告訴我 我要怎麼開耶 欸 好像真的是 它所說的 欸 是怎麼樣 我已經死定了 很複雜 而且你這是下面 我這是下面喔 不是啊 你這個 那要不然你就放到最上面嘛 打開才看到的 然後這蓋子可以整個拿起來嗎 還是什麼一回事 我不是從外開到旁邊嗎 阿真的耶 它所有是對耶 你看 如果這是地座的話 我可以把它再敷起來嗎 貝比拿膠帶過來 你到底是出問題的嗎 媽媽媽 是我 好啦 那就當作我是 神龍寺藏白草 可是這不是草而已 好啦 那我現在把它放過來嘛 嗯 放過了 是嗎 喔 所以說 對 卡扣啦 其實說實在的 它其實非常好方便這樣子 這我完全不理解它的意思 然後它還給你一個手 這旁邊那邊還有洞洞 有看到嗎 就這個 壓進去 然後就衝出來了 它就這樣的一個裝置 然後把它推進去 就卡起來了 哇 第一次有高級的感覺耶 前面都是我割開 愛怎麼弄就怎麼弄 好久可以用起來了 OK 哇 原來是這樣開箱的 而且你這是下面 我這是下面喔 不是啊 你這個 那要不然你就把它放到最上面嘛 喔 這下面其實就是按照它的步驟 現在已經到了拿起來這個東西 他說拿起來這個嗎 看一下 這不知道有什麼 打開來這個是 這這個怎麼看 長得好像喔 1 2 3 喔 告訴我說怎麼裝啦 我覺得 這應該都是線牌啦 Type B的線 欸 這要幹嘛 好像是投射燈耶 視訊師後可以用的嗎 這個好像不是視訊耶 我覺得它好像是投射某一個東西耶 會是華碩的那個嗎 ROG的那個燈嘛 好 DV接頭 HDMI 電源線 好 這上面其實也有東西啊 我把它拿掉了 哇 它變壓器好重喔 大概是我有史以來看過最重的一個變壓器 好像冰的臉 對 但是我有史以來拿過最重的變壓器 你不要 因為你臉小就這樣子 好 顧卡 好 顧卡 欸 裡面有一顆螺絲耶 差一點沒有注意到它 現在這樣子啊 它其實還不會掉喔 因為它這邊有一個 聰明的紙 把它不滾步驟 我把它剝掉 我拿起來 哇 螢幕 哇 啊 坦比iPhone手機 我拿起來 好重喔 是我直接拿吧 那我們兩個起來拿 不用 我可以 可以 好 耶 哇 包得好細心喔 對 沒有錯 全部都包進去咧 先轉正面 就這樣 全部都有包到 小心 小心啊 它有畫很多人頭啊 它意思是說人不要躺在螢幕上 那個圖好奇妙喔 這在幹嘛 不是 我記得我那時候好像買其中一個 一個螢幕嘛 現在那個是什麼 貝皮補的 它就說 顯示卡的解析度 太低也不要用 這個倒是沒有這麼寫 其實都同樣的 這種高解析度的 相對你的顯示卡 不如貨圖卡都要好一點 不然跑起來會像網身一樣 好 因為我跟甜甜菜 使用了螢幕 大致上桌面的關係 所以我們沒有要那種比較長的 對於這種 固定比例 這應該是16比19吧 這不是那種偏長的螢幕 然後呢 現在要跟大家介紹的就是後面 後面 它設計的如何 設計的好嗎 我們不是想 都會顯示說它不好 這後面 其實它做的OK 你看 這是它的腳架 看起來非常的穩固 其實好像每個腳架都滿穩固的 然後這個 這樣子 它就可以調整它的起結度了 有沒有看到 它已經可以起 也不過起結度不高啦 然後剩下就是要讓大家看看 它的接孔的在哪裡 它背面其實很漂亮耶 它就是有做圖嘛 ROG最高規格 滑座最高規格 你看這整面啊 看起來都是非常的平滑 所以呢 就像我先前拍過的那個大螢幕 它的按鈕啊 或者插頭應該在側邊 欸真的耶 是側邊 有沒有看到 這裡是HDMI介紹嘛 然後Type B 兩個USB 電源線的插頭 然後這個 你看它做的很立體喔 原來是電源開關 這個可能可以叫出主選單 很像滑鼠 那種小滑鼠可以上下左右 哦 貴公西關 對 可是呢 看喔 這邊好像有個東西可以拆 哦 卡榫式的 你看裡面還有副工具耶 欸真的耶 可能是用來拆這邊的 我先拿下來看看 先把這個 轉開來 然後往下抽出來 右腳板手 然後看一下這取笑 來喔 有一個HDMI 兩個DP接頭 然後一個 啊就裝剛剛那個投影等等 電源 我們以後以後的自己螢幕 有沒有很期待 買這個螢幕嗎 不要好了 我們會死 這就相當於一個iPhone手機了 對 超級 你要組裝了嗎 那不是還沒裝好 喔把它裝回去嘛 不是啊那個腳架啊 沒有 這底下它只是附而已 就是它包裝 把它拿掉就可以了 哦 它沒有底座 它就這樣子 沒有 底座就是這個啊 它就是它的底座啊 它的底座就這樣 哦它沒有像 人家一樣有個盤子 這樣子 盤子沒有啊 它就這樣 哦 它的底座就是這個 對 好貴哦 好心痛 我們變到這裡來了 嗨 你應該是頭亮冒出來的 哪裡 好 為什麼差那麼多呢 它除了能夠支援很多功能之外 可是像那些支援的功能 必須你的顯示卡也有搭配上 不然你縱使買了再好的螢幕 也是枉然 然後第二個部分 如果有看過我先前拍的43吋螢幕啊 我這次在挑這個螢幕啊 我本來有一個Quizzie 我本來想要挑更 更大螢幕 更大螢幕好像有 五十幾吋跟六十幾吋螢幕 但是價格真的是 哇真的匪夷所思 而且我不知道它的規格好不好 我大概有做一下功課 這一台是43吋螢幕裡面 算是數一數二 應該算是頂級 就相當於包包屋界裡面的 CHONEL啊 LOVE那種 比較高規格的 如果有看過我先前拍的影片啊 43吋螢幕 我從菲利普的某式特價 一次買了五台的8800 然後還有一萬五千多的另外一款嘛 然後到這一台 相當於iPhone12最高規格的手機價格 我現在不是講說 它有哪些資源的話 單純就這個面板啊 其實田園在講的一個重點 他說其實那種子是那一萬多塊螢幕啊 他其實看久了他覺得 已經會疲累 其實就在於它面板的好壞 為什麼有時候看手機看很久 但是不見得會累 其實它手機的面板好壞 其實有很大的影響 這個我們沒有業配 姐你還沒有實際打開 怎麼會講 不 我到時候可能就是用個主機 然後把兩台一個是43吋的螢幕 我就把所有螢幕都接起來 就是通過同一台電腦 把全部連接起來 然後那個同時顯示畫面 我們下一次拍啊 不是下一次拍就 等一下嗎 等一下嗎 你有體力嗎 我老公老了沒什麼體力 蛤 你說是不是他有把你舉高高嗎 嗯沒有沒有 來舉給我們看啊對不對 對 對 我們現在來把這一台滑作的PG43U 然後這台是Felif的 其實喔 我單純把它打開喔 我沒有特別去調 我就以它內建的 去找出最亮的一個模式 我發現啊 細部其實就已經有差了喔 你看桌面這邊 它其實看得出它的深淺紋路這樣子 不過不知道會不會有人覺得它太亮這樣子 太亮 但是在這邊 它其實是沒有顯示的那麼清楚這樣子 那我就調到剛剛這個模式 就這樣同樣的模式 剛剛那個影片來試試看 來再剪輯中影片 我不管是這台螢幕 或者這台螢幕 這台螢幕我還沒有用過啦 但這台螢幕啊 跟它的上高一個規格的 其實我都看不出它的差異性 可能眼睛比較敏感的人 對於它的更新頻率 就會有差異性 就像我以前傳統的那個CRT螢幕 它只要低於 檢視頻率可能低於75 我就覺得 欸這螢幕一直閃一直閃一直閃 這樣子 我就覺得很不舒服這樣子 可是像這個我就看不到 可是我都會看到閃啊 因為像我是使用電腦很長的 甜人菜基本上它就是 坐下來 只能住了 然後就不會起來 大便尿尿什麼的 都可以住 沒有 我還是狗啊 所以它基本上 這屬於長期使用 它其實會提倦那樣子 那我看看我能不能把它 找到一個 就網路上4K影片來測試看看 沒有比較 真的是沒有傷害 沒有比較 那時候使用 第一開始買這一台的時候 我覺得 其實看起來蠻舒服的 不用戴眼鏡 可是 我其實現在還是非常喜歡這一台 這樣子 但是 你如果把這台放到旁邊啊 很明顯的 就可以感受到說 哇 這個是不同level的東西 真的差別很大喔 這個可以換 將近要5台這個 來 建議大家 建議大家什麼啦 看你的需求是什麼 跟經濟狀況很漂亮 不過我覺得 如果真的就CP值而言啊 我覺得這台其實CP值算高了 因為它就是那個價格 它那個 這個螢幕大小 漂亮 真的是漂亮 好 謝謝老公的聖誕節禮物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 欸 換你啊 按讚 訂閱 加分享 還有 記得點爸爸的小鈴鐺 叮叮叮叮叮叮 掰掰 來 好 後勤 看一下 等一下 沒有啦 ROG 他可能不知道 他其實投射範圍很大